王莽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悲哀 王莽的道德标准很高 一心想把国家搞好 但他死就死在理想化的制度设计上 王莽窜位后 首先废除奴隶制 但稀罕莫年脑灾荒 农民为了保命外生为奴混口饭吃 你说废就废了 360万奴隶 有自由没饭吃 到你王莽家吃吗 第二 商业多有话 王莽看到奸商囤积居齐 放高利贷赚钱 于是就规定 所有的生意都归国家做 老百姓要借钱也找国家借 意思是老百姓吃的 用的全都没着落了 这不是逼人造反吗 第三 货币改革 汉潮后期通货膨胀 王莽觉得这事好办的 发货币就行了 于是他发行了各种大钱小钱 光形状就有上百种 做买卖的时候 张三用大钱 李四用小钱 都不知道该怎么换算 天下人基本没法活了 不造反还能怎么办 所以你看 用最高道德标准 做出来的制度设计 如果不契合实际 反而是更大的灾难